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0号针对七国集团外长会声明 做出详细回应 希望七国集团成员将建设性发展 与中国的稳定关系的表述 真正落到实处 要求七国集团停止以任何借口和名义 干涉他国内政 要求既其反攻自省 管好自己的事情 七国集团外长会日前在日本举行 发布的外长会声明中提出 要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稳定的关系 不阻碍中国的经济进步和发展 但是七国集团外长会声明中 涉及中国的内容还不少 称中国扭曲全球经济进行经济胁迫 王文斌批评这是无理指责 他批评是七国集团成员 对一万多家企业个人进行单边制裁 运用国家力量打压企业 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 冲击国际产业链的稳定 这一期应当反攻自省 我们坚决反对这一期损害中国主权 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行径 王文斌还批评七国集团 再次谈及无效的南海仲裁案 是要挑动对抗 七国集团的外长声明中 还谈到了台湾 新疆 西藏 香港等问题 都是中国内部事务 不容外界干涉 各国民主人权状况到底如何 各国人民最有发言权 世界人民的眼睛也是雪亮的 我们敦促这期 遵守联合国宪长宗旨和原则 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管好自己的事情 停止以任何借口和名义 干涉别国内政 凤凰卫视 霍维维 夜不见 北京报道